中文字幕——YK 055大型驱逐渐,正式举行向水仪式以来,无数局迷都在猜测,055万吨大区什么时候是航,什么时候服役,今年5月,055大区的好搭档,中国人民的骄傲,002型国产航母,已经进行了第一次海事,更加令无数局是爱好者乃至普通人,感到无比好奇和期待,期待着055万吨巨舰,能够在海上乘风破浪的那一天。 就在今天,055终于不负众望,迈出了他健身中重要的第一步。 据网友爆料,今日上午,8月24日,上海江南造船厂首艘055大区,在几艘托船的伴随下,顺利进行了第一次海事。 现场传来震天的鞭炮声和欢呼声,当时海上气候状况非常良好,平稳的海况非常适合进行海事工作,想来是在经过多方讨论,精心挑选后,才选择在今天进行海事。 同时,有消息称,近期002型国产航母,皆将进行第二次试航,正可谓是双型铃门。 055型大型驱逐舰排水量可达1.2万多,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驱逐舰之一。 同时,055万吨大区的垂霸单元,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12枚,远远超过了美国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80MIL,和日本爱荡级的96枚,甚至将自家052B型驱逐舰的64单元远远甩开。 而且,055型大型驱逐舰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型同事呆在了X波段向控阵雷达由052B型大戴的346系列改进而来,核心型X波段向控阵雷达的驱逐舰,也是世界上第二艘拥有双波段向控阵的战舰。 第一艘是美国海军的CVMG-8福特号航母,由于055型驱逐舰拥有目前世界上最顶尖的大舰火力,最先进的综合雷达火控系统和高达1万多吨的排水量,所以也被许多媒体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驱逐舰。 在未来,055大型驱逐舰将取代现在的052B型,成为中国航母大集权的力量组成核心,航母的预见大将军,对于提升中国海军的综合实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 在目前这个各方势力基于中国南海,还不断挑衅中国底线的关键时刻,055型大型驱逐舰的海市,对这些势力也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。 如果海市工作进行顺利的话,第一艘055万吨大驱,预计,将于明年进入部队服役,将大大增强中国海军的实力,也使中国海军对周边,乃至世界各国的战略威慑力大大加强。 等到中国未来的国产航母正式服役,更多的055大驱也陆续服役,中国海军将真正成为一支有能力和美国海军一较高下的超级舰队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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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